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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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学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 把上禮拜 我們做考試的內容 那個內容呢 其實就是各位同學 專題製作 最重要的 整個的一個概念 整個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我也把 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說 它比較會有 標準答案的部分 我已經用 它的整個重點的方式 把它呈現給各位看了 我把重點方式呈現給各位看 你可以上網隨時去看這個內容 譬如說 第十五周 第十五周這個 這有考題 對不對 這考題裡面是性度跟 性度的部分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然後呢,還有 效度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做一個說明 那性效度在做的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你們都可以上去看的 我就不再... 性效度跟... 跟那個... 好,這裡開始 我們看一下 總共佔了30%的比例喔 佔30%的比例喔 好,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們看一下 性度 那個... 三題裡面第一題就是性度 性度我們跑的時候 在... 統計SPSS的時候 你進去在分析裡面的性度 或者英文版的話呢 是analysis就是分析 下拉式在分析 抓出來以後呢 有一個叫做... 叫做... 它不叫性度 它叫scale 它叫scale 它用一個... 就是... 如果英文版是analysis 然後往下一個 抓一個叫什麼呢 scale 那如果中文版的話呢 直接就是分析 然後... 下拉式功能表分析 下來以後 就不是叫做scale 它直接就叫做性度 在性度裡面 我們抓出來以後呢 你把你要... 跑的性度的這些資料 你把它抓進去 然後呢 你... 希望它做什麼呢 做... 所謂的... 這裡面第三欄的部分 第三欄的部分 做什麼呢 做這個叫做... clombag alpha的... if item deleted if item deleted 意思是什麼 當你把這些當作... 內部一致性分析的時候 通丟進去 那一題它不算的時候 到底它的性度的整個... clombag alpha值是多少 如果那一題不算的 值是多少 你看這個 第二個可以看的是哪裡 第二個可以看的是這個 叫做與... 總值的... 它叫做... co-related item跟total的... co-relation item跟total item就是那個題目 total就是總量 總分 該題跟總分的... 關聯性的... 這個... 相關是多少 相關d 表示它根本都... 沒有意義了 那個題目沒有 所以呢 假設它的... item... if item deleted 這個部分降下來 如果你跟原來總的去看 去做比較 它降下來了 或者相同 相同應該就不是那麼適切了 但是勉強可以用 然後... 降下來了 表示題目是很好的 那如果是反而提升 像這個 反而提升 然後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的相關一定是低 低到很低 那個題目就是不好 就是沒有性度 很簡單的做法 所以性度分析 這一題 一題嘛 你們題目裡面呢 AB卷 AB卷呢 其實... 就出這樣子而已 也是完全一樣 只是AB卷的數字不同 哪一個項目 我把它改過了 我把數據跟相關改過了 AB卷 你要選 你要會選 這是第一個 A卷是22項 第二十二 就是這個 那B卷的話呢 是第八項 它是... 沒有性度的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呢 是效度的部分 就是這個 效度的部分 效度 我也有說明喔 效度的部分呢 這是性度 在這裡 那如果是效度呢 效度 是在哪裡 它叫做... 假設SPSS的12版喔 我們學校買18版喔 這個是上課方便起見 所以先把這12版拿來看 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在這裡... 一個scale嘛 另外一個呢 叫做... Reduction Data Reduction Data Reduction Data Reduction 這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叫Factor Factor Analysis 那中文的話呢 直接就是因素分析了 中文就直接就是因素分析了 因素分析進來以後呢 我們看它的結果 跑出來的結果呢 會有這樣子一個結果 當然你選的時候 我上一次有示範過了 你要選什麼 記得嗎 記得你要選什麼嗎 你在這裡 剛剛喔 剛剛那個性度的話呢 性度在這裡有Liability嘛 性度 然後呢 然後呢 模擬試題都有喔 你要去做練習的話呢 就找瓊瑤姐那邊就有資料 或者找靈域那邊有資料 有沒有拿到 欸 有吧 玄姐有 你們要做的話 可以去那邊做練習喔 好 我在這裡再說明一下 剛剛說scale的話呢 然後呢 你把要抓的把它放進來 就可以跑了 就可以跑性度了 譬如說 combo aqua if item deleted 這個一定要有 然後correlation 這個correlation呢 這兩個correlation加上去的話 就可以跑了 它跑出來結果 就馬上就知道 得到剛剛那種表 你會有一個total的comb alpha 然後會有一個 if item deleted的這個部分 這兩個就有了嘛 好 那如果說是 剛剛談到說 效度的部分 在這裡 data reduction factor analysis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幾個 譬如說這幾個 隨便抓幾個 進來以後呢 我們看看 我們要的是什麼 kmo 是一個值 是一個檢視用的 通常是檢視說 可不可行 這個可不可以分析 然後呢 我們用 eigenvalue 大於1 這個先做 如果不行 跟你vg不一樣 你就可以用number 到底有多少個因素 上一次也提過了 我們先用 eigenvalue 然後呢 用主成分分析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甚至於說 為了方便起見 直接先做轉軸 直接轉軸來做 跑這個因素分析 然後呢 我們希望它分析 因素分析完以後呢 做個排序 好 這樣就可以跑了 跑出來的結果呢 你看 我們找它跑出來的結果 通常 kmo裡面呢 是小於這個 這個 點05的話 就一定可以用的 然後呢 這裡可以看出來 它有兩個 這有兩個 因素 eigenvalue 大於1的有兩個 那這兩個呢 結構是怎樣 你就看它結構的方式 在這裡 結構 然後你看喔 這個結構裡面 點82 點791 點77 點761 然後下來呢 點795 點785 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是非常好 這一題不好 這一題還可以 大於1.3以上 所以這個 如果這隨便抓這幾題呢 分成這兩個結構因素 這沒有問題的 缺點在哪 缺點就是 這個因素只有兩題 就比較少一點 我們講過 希望它三題以上 好 那我們回頭看我們的題目 我們的題目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題目在這裡 這是其中一題 其中一題 A卷B卷裡面其中一題 你可以看出來 假設說 第一個 點845 點150 點249 這意思是說 第18題 可以歸在第一個因素 它的因素負荷量到點845 在第二個因素 點151 在第三個因素 點249 並不是這一題 只有個別的 不是 它這個題目 在整個因素的負荷量裡面 每一個因素 它都會有負荷量 我們希望說 它是區隔很清楚的 很明顯的 歸在這一個因素 很大的負荷量 歸在其他很少 那就對了 那如果像這種情形 藍色這種情形 歸在第15的時候 第一個因素是點701 第二個因素 點309 第三個因素 點418 你看 418跟701 還沒有到點3 誤差太少了 誤差越大 表示它因素是 真正的負荷在上面 好 這一題不好 這一題更糟 在第一個因素 點666 第二個點425 第三個點542 意思是這個題目 模擬兩可 在這裡也可以 在那裡也可以 在那邊也可以 所以這題目不是那麼理想 這就是沒有效度 這樣子判斷 這樣判斷 從這裡開始判斷 掉下來的 就是往這邊 因素增加 在這邊掉下來以後 在這邊往因素增加 所以紅色可以分三塊 表示這幾題可以分三個因素 然後呢 這三個因素裡面 第20題 歸1歸2歸3都可以 第15題 歸1跟歸3也都可以 然後第16題 歸1歸2 他們的誤差 有藍色的字就表示 它的誤差太小了 太小就是模擬兩可 就是不適合 效度不好的題目 所以我們看一看 假設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你看喔 第15題也沒有效度 第20題也沒有 第17題也沒有 第16題也沒有 然後呢 第8題也沒有 第9題也不好 第10題也不好 第21題也不好 那我抓了幾題出來 對不對 我抓2 4 6 7題 我抓了7題 把7題的3個因素負荷量 通通放在上面 讓你們看 結果呢 看出來結果怎樣 而且A變跟B卷是不同的喔 所以A卷的話呢 A卷的話是V20跟V9 就是這個吧 V20跟V9 就是這個 這個我把它抓出來給你們看的 然後呢 這一題 這個B卷的話呢 是V10 B卷是V17 V7 再來呢 V9 17跟9 這裡面沒有 我有改一個數據了 對啦 我把它拆開了 拆成兩個題目 所以這AB卷是不一樣的 你要會判斷你才會選擇 這是第二題 第三題更簡單 第三題很簡單喔 兩個題目嘛 你看喔 第三題是兩個題目 我把這三個拆開了 我們先看這裡 第三個題目是說 假設V11跟V15這個數據出現了 哪一個是有顯著 這兩個都有顯著 對不對 因為兩個都是點零零五以下嘛 你看它的這個 兩個都點零五以下 表示它有顯著 答案就是 我的題目有改啦 一個是V13 一個是V15 另外一個呢 是V11跟V13 這兩個 我把它拆開了 然後 只要是有 只要是有信號出現 或者 它的那個significant 就是F值呢 顯著性小一點零五的話 你看這裡只有 這兩個都有對不對 我把它抓出來給你們看 這兩個都有 這兩個都有的時候 你就要往下看 到底哪一個 是大於哪一個 這裡面有三種嘛 上市公司 沒有上市公司 申請中的公司 對不對 這三種嘛 這三種 一就是代表上市公司 二代表沒有上市公司 三代表申請上市 這正在申請中 規劃中的第三個 一跟二比 一跟三比 看出來沒 這是一跟二 紅色這裡 這個一跟二來比得到 點736 而且達到顯著水準 會有信號出現 意思說 一大於二 所以它正向的 一大於二 一跟三呢 沒有差別 這個呢 二大於一 因為它是負的 前面跟後面比是負的 是二大於一 不是一樣嗎 所以這個F考驗得到結果 就是說 問你結果 到底這個數據裡面 這數據裡面 哪一個是顯著 你可以打 像這一題你打 11跟15都是顯著的 你們的題目A卷跟B卷不同 好 11跟15都是顯著的 那顯著結果 到底是誰比較大 同意度比較高 你可以解釋說 經過事後比較 血費的事後比較 得到的結果是 上市中的 以第11題來看 它的感受要高於非上市的 至於說上市跟申請中沒有差別 同樣道理 2跟1 2跟3有沒有差別 也沒有差別 對不對 上市中跟非上市中的 上市中的公司跟上市 或非上市的公司 他們的看法都沒有差別 只有上市的會高於非上市的 這種看法是這樣子 底下也是一樣的看法 你看 底下也是一樣 在這裡你看 它也是1大於2 1跟3沒有差別 2跟3也沒有差別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這三題 30分 只要你看了 要了解 我們 我常常有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 你們常常會看 看完以後 10倍 10倍沒有用 要了解 了解以後 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個 一個統計去分析的一個方式 好 那另外呢 我們的題目裡面很簡單